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白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动作片《丛林骑兵》 主要讲述柔情意恨,拯救丛林土着居民的故事 电影主角是个专题人讨债的鸡肉男 鸡肉男的梦想是开一家餐厅,但缺钱只能一直干着行 终于有一天,鸡肉男向老板请辞 让老板把他应有的工资都给他 老板告诉他,只要他把他在丛林导弹的儿子接回家就放他走 还给他一家餐厅 男主到了丛林,直接找到统侠丛林的大魔王 给了大魔王一万美元,打听导弹儿子的下落 男主在女主开的酒吧,找到了导弹儿子 狂炫巴库拽的,让导弹儿子选择A,主动跟他回去 或者B,被动回去 儿子这么皮,当然选C 当鸡肉男正在向导弹儿子证明没有C选项时 C选项出来了,丛林大魔王赶到 因为得知了导弹儿子在丛林深处 发现了一尊纯金神像,要他带路寻找 男主自然不会让导弹儿子被别人抢去 在一番激烈的搏斗后,男主撂倒了大魔王一行人 虽然也受了伤,不过没关系 我是男主,我不会倒下的信念,始终激励着他 男主开车带着儿子去往机场开去 有一天,不倒弹就浑身不快乐的儿子 终于忍不住,在男主开车的时候倒了点小弹 总之,车被开向了悬崖 两人也撞了一万块石头和树之后 安全地落入了水中 男主被最后落下的水撞到了石头上 铁大的阴汉也忍不住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捣完蛋的儿子赶紧趁机解开手铐离开 没过多久,再次被男主追上 两人继续穿行在丛林之中 却被反抗大魔王丛林叛军抓住 叛军以为他们是大魔王的手下 于是用土着语告诉叛军男主 大魔王的手下自己也是被抓的受害者 导弹儿子的一番成功导弹 完美地让男主吸引了所有的仇恨 男主以一敌时,虽然最后差点被干掉 但关键时刻,这上开酒吧的女主出现了 原来女主还有个更炫酷的身份 叛军首领,在女主的帮助下 大家重归于好 正当大家和谐相处时 大魔王带着手下找到了这里 最后,丛林里的叛军都死了 只有冷罩在光环之下的 男女主角跟导弹儿子成功逃脱 逃出来的三人达成了一个协议 让导弹儿子带着女主拿到神像 女主则告诉男主去机场的路 而导弹儿子到家后 也会收到女主卖神像的一半钱 但拿到神像后的女主 将男主二人用丛林快乐果迷晕 在男主昏倒前告诉了男主出路 男主二人抵达机场 却听见女主被抓 男主两人决定回去救出女主 最后,邪不压正 再加上只属于男主的主角神力 大魔王团伙被剿灭 女主拿到了神像 男主也带着导弹儿子回到了老板家 但男主看见老板对导弹儿子的非人态度后 餐厅也不要了 用带回的快乐果迷晕了老板一行人 带着导弹儿子过上了天天导弹的快乐生活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